今天是5月24号 说盘来我们来看今天盘面 上增指数破位下跌 已经是破掉了前期 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弹上升的一个区间 那逼近了3200点 接下来怎么走 还有盘面出现一个大分化 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为什么呢 大家看 前排的有很多票涨到20厘米的 涨到十几厘米的一大片对吧 而且我们看今天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 也达了50只以上 但是后排的同样有多支票 跌幅比较大跌停的 甚至有些票是持续下跌的 可以说这个盘面非常的难做 如果你做对了方向天天在流逝 但是你做错了方向可以说 跌的你目瞪口呆 跌的你让人无法接受 接下来这个行情到底该怎么办 如果你对当前的盘面热点把握不住的 仔细听 尤其是你的票在持续下跌的 或者说你的票是持续上涨的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 仔细听 这里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热点板块 核心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技术分享 物作为依据 其实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 上证跌的多 创业板跌的少 你看我们看 上证在这里出去破位跌 其实这里的杀跌是谁引起的 大家都知道 在几个月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什么板坛行情 从这两千的行情来看 有破位的行情 有破位的风险 有什么 有趋势转变的风险 这个时候大家要值得警惕的 我强调过很多次 我们做股票做什么 做技术分析 一个是看什么政策面利好 还有一个什么 看成交量技术面是否配合 但是明显的 这两千出现一个杀跌 这里的话就存在问题了 什么问题 好几个月形成的一个什么 上升的势头已经出现了一个改变 这里急需 急需大阳线收负 所以朋友们注意 如果在明后天 不能出现一个急速的大阳线收负的话 那后期越涨越迈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 是不是听清楚了 在这个杀跌的过程中是谁在杀跌 其实这一段杀跌是前期上涨的中特估 中途 中途这种调整是比较充分的 从这里 看没有 连跌已经跌到60年线了 本来他的强制撑在30线 这30年波到60线了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办 这个位置能不能低息 低息是可以的了 低息 伯格反抽反弹是没有问题的 后期是有机会迎来 强势的拉伸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能盲目的去看空 做空了 但并不是说这个位置 你就可以去追高 追高也是需要小心谨慎的 综合来看 中字头大概率是属于分化了 前期大涨的高位的要小心 但是前期低位的调整比较充分的 他可能存在机会 其实中字头我在近期 跟他讲过讲什么 我说要叠加什么军工对不对 所以近期你重点留意一下 中字头叠加军工的 去做一个低息做个博弈没有问题 不要再去轻易的去追高了 追高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对不对 你看前期的一些核心票人心票 比如说中国科传 中国中传科技这些票 出现一个小幅度访谈 但是我说访谈了 并不说这种票 你就能追高了 因为他整体来看 还是属于一个求整态势 所以接下来就是逢低关注对不对 有低点呢 你可去做个潜伏低息 后期访谈的话 他就有机会你来急拉 你来冲高 给你什么一个短线 获利的机会 包括中国科传这种票 大家看也是一样的原理对不对 前期上涨了 然后近期调整比较充分 刚好到哪里呢 30线 那么这30线 你做个低息做个博弈 这里有没有机会应该超低反弹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 有机会应该超低反弹 但是如果说这个位置守不住怎么办 守不住那里 考虑撤退 这是大家一定注意的 目前的中枝头分化很严重 后排大家看 多支票 持续杀跌 持续大跌 尤其是前期涨幅比较高的 比较快的 所以 大基建方向涨比较多的 对吧 近期是连续走低 比如说中国交界那种 在60年线强支撑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守得住 是不是破备了 还记得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的技术 什么技术 我说他前期像这种票趋势上上的时候 上涨的时候 你盯紧了核心支撑位 去做一个低吸博益 冲高你可以检查出货 但是这种票一旦 哪里 60天限制附近你去做低吸 这个位置守不住的话怎么样 要撤退 是不是说的很清楚 你想想你在这位置低吸的好 这个位置 杀破了跌破了 你在拉高的过程中 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减仓 考虑撤退 考虑止损呢 如果你在这里止损 后面这一波调整 你是不是就触开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那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没关系没关系 反弹到拉高的高点附近 考虑先跑 考虑先检仓就这么回事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 正因为中字头的一个持续调整 大黄撒下来了 还有 最为坑人的大金融方向 银行证券对吧 也是出去杀跌 尤其是在高位追银行的 当时中国银行涨停了 在这个位置去追银行的 我估计现在是什么 吃啥不香 吃啥啥萌蜜 对不对 这一轮的银行可以说 要占岗 甚至占大岗了 为什么 你明显的发现 他走出一个A字杀 很多钱票我跟大家说过 大家伙 大家伙 这种票拉高了后 你不要现在去追 追的话 他可能很久都拉不上去 很久都解不了套 但是有些方向 跌下来了 他有机会给你解套 有机会给你冲高对不对 那些票倒是无所谓 但是像银行的话 这里持续杀跌 就算后期有访谈 你会想到他会像这样走吗 n行 我觉得很难 所以接下来朋友们注意了 你在这个位置 低息可以 但是盘中极大冲高 一定一定忍住手 不要下去 轻易追高了 很容易 高位接盘 高位站岗 是因为这些权重股的沙跌 大家不要看一下 这个券商也是一样的 沙拉在低点了 是吧 他把指数带下来 但是像这种板块 他前期涨幅不是很大的 后期是存在超跌反弹 但是记住 这里我是说超跌反弹的 你可以抄底了 可以低息了 后期拉上去 拉到这个高位附近 要什么 要减仓要跑路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记住的 一定要注意的 不要看了杀下来了 对吧 这位置割肉 影响人家再拉上去 离去追高 这个明显的是不靠谱的 说白了 大权重在杀跌 大权重在调整 但是你发现刚才我跟大家说过 市场赚钱效应很不错 对吧 你看看涨了20厘米的一大片 涨了十几厘米的也是一大片 关键是什么 近期还有一些票直接就翻翻了 你比如说下风利对吧 这些票连续20加20加 从这里启动 22到现在多少 55 从22到55涨了一倍有多 直接翻翻了对不对 还有电力方向也是一样的 有一个牛票对不对 他直接短线出现什么 短线出现了什么 也是出现翻翻了 九天八板 所以从这些票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资金在做一个高低切 电力也好 包括刚才说的那些 机器人也好 他都是属于低位的 前期杀的比较厉害的 调的比较充分的 这个明显资金是 拉低位去做一个套利 所以你去追高 还是要小心点 刚才有朋友跟我说 二阳先生这个机器人 大涨爆发涨清潮 电力也是最近一动 能不能追安会不会是新主线 我觉得想成为新主线 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板块 板块今天 强势的是谁 芯片半导体相关的 芯片半导体相关的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过 尤其是芯片这一块 大家看 低开高走 这前两天跟大家说过 芯片怎么办 能不能追 算你在这位置追 昨天杀跌今天低开 你会很纠结 你会想我要不要割肉 结果离割肉 人家又涨了 是不是要追进去 那么你追进去 明天再跌怎么办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细节 这个方向有没有潜力 有没有空间 有 而且我觉得还很大 但是你不能轻易追高 你可以考虑在前期 低点的附近 这些低位附近 去做一个低吸博弈 做一个潜伏跟踪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盘中急拉冲高 你不要轻易再去追 轻易去顶 目前来看这个方向 也是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创业板刺新这一块 富罗德这种票 看一下是不是创业板刺新 还有像朗科 光库 其实这些票都是属于什么 创业板的一个刺新 或者是远端刺新 所以重倾还是在这一块 资金光注的核心也是在这一块 整体来看 逢低光注没有问题 芯片后期还是有空间 还是有机会 甚至有大机会的 好 除了芯片 今天其他那些方向表现 只能说一般 只能说一般 当然说机器人今天表现也不错 刚才讲过 但是机器人的话 今天是涨风不大 涨停筹是掀起的 一大片 十几个票涨停 整体来看属于高潮 但我想告诉大家是 他也面临在上方的压力 所以你在今天这个位置没进场的 明天再拉的时候 不要轻的去追了 随时都有可能 面临上方的压力 冲高回落 出现一个砸盘的表现 实在你看好他那没关系 等他回踩下面的低点再去做跟踪 这是今天前排的这些板块的一些情况 整体来看 市场赚钱相应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方向对吧 人工智能机器人这一块 还有就是电力这一块 芯片这一块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需要注意和细节的变化 但我们要看一下后排 你可能会发现问题很多 昨天强势的新冠 今天是不是不行了 前几天把他比较充分的 酒店餐饮是不是不行了 说白了 行情缺少什么 缺少持续性 还记得我在昨天讲新冠的 昨天不是出现一个放着大阳线吗 其他板块都在跌吗 我说医药板块一枝独秀 结果有人问我说 现在新冠特效药医药这么涨了 是不是底部要大涨了 我最近去了明天会不会大涨 但如果你在昨天高位最近去的今天 你想想是不是亏钱了 而且我也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这个方向怎么样 拉高出货减仓回踩到低点 怎么样上车就是了 所以我们需要是等待他回踩的一个低点 他今天调整一下明天再杀 再杀一个低点 如果他杀到20年线附近 是不是又是一个我们可以低息的机会 所以说大家操作上面要重点留意 注意这个细节 目前的新冠方向 他短线出现移动 但是能不能走出一个强势的上升 还需要等待 当然这一轮的新冠核心拉伸的票是他 众生耀艳 所以大家要注意接下来他的走势 他的走势对整个板块影响非常的大了 你看他在近期出现连续调整 连续调整后的一个什么反弹 目前他是守住的无限 明天如果再次出现个涨停突破的话 那么他就突破底部 突破底部的话 你想想会不会带起更多的资金回流 所以他的走势对整个盘比影响变大 这里再次出现一个 放量大阳线突破的话 那我觉得 会有更多的资金来参与这一块 那么 新冠反弹 还将继续 或者说还将持续 至于其他方向 目前表现只是一般 尤其是 这个方向 酒店餐饮及开发这个方向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记得当天在这里大涨的时候 就有朋友跟我说要不要追高 我真的 我说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抽屉反弹 要什么逢高减仓逢高出货逢高跑路 说的很清楚说的很明白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 说这么多 可能大家就会问 那现在市场是冰火两冲天 是吧低位的 低位的一些票板块 就开始起来出现大涨了 高位的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出现调整 那接下来市场的重心还在哪里的 就比如说 在那些调整的我不敢低息 低息的话他还在跌 就比如说中筑头 这个银行对吧 大家都不敢去跌 不敢去低息低息的他还在跌 明今天跌明天跌对吧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 上涨的就比如说机器人 最近连续走墙 已经到了高位了 前期涨并潮 这些我也不敢追 那接下来怎么办 是吧重心那里其实没关系 主线仍然没变 就比如说前期跟大家讲过很清楚 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是吧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这些方向 它仍然是市场焦点 市场的核心板块 那么这些板块它近期是不是出现震荡了 那调整比较充分的调整比率是比较低的 是不是可以重新布局 重新入场了 我觉得没有问题 完全可以对不对 所以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调整 反而是好事 是给大家一个什么 重新上车的机会 例如说人工智能今天涨幅不大 但是你看看 是不是多数票涨停 甚至多数票大涨 当然前排这些票的话 这两只北盛还有赛摩 这可能是跟机器人有一个关系 但是很多其他的也是跟这个 人工智能有关系 像比如说麦鹤 这个票我在前期在近期 是不是跟大家重新讲过 尤其是在昨天 给大家重新讲过对吧 昨天他不是涨停突破了吗 是不是昨天涨停突破了 你看有朋友就跟我问我说 二阳先生这个票涨停突破了 那么明天我能不能参与 我跟大家怎么说的 我说这里涨停突破了 以后他如果高开往上冲走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但是他如果有分起点 有分时低点 怎么你可以低息 你看看 早盘一个跳水一个低点 那么如果你在跳水的低点 就在今天低点去做一个低息的话 这里 你是不是有机会吃到一个大肠腿 这就是我跟大家强调过很多次的 很多是这样子 这个位置低开 这个位置我不敢去 我不敢去接对吧 结果人家一拉了拉到高位去了 比如说人家一拉了拉到高位去了 他直接就追进去了 他以为会涨停 但是他没涨停怎么办 好今天拉高了 明天再来个低开往下杀 你是不是套住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操作的 所以这是大计 要不你就盯紧了 他的什么 弱转强的一个一个走势 弱转强突 要不就直接什么 爬中分歧低点去搏 搏对就是大肠腿 说的很明白很清楚对不对 除了这些票置办 你看 前期的一些核心票 人籍票是不是也重新反弹了 比如说中科信息 中科信息的话 他今天也出现了一个大涨 像这种票你敢追吗 反正我是不敢追 是不是 那是接下来怎么办 其实其实好办 他说这个位置不是近期重新震荡吗 他如果回踩到下面的低点附近 我是不是可以在附近做个提起呢 可以也没问题 对不对 他一旦在这里站稳呢 他就有机会站到一波 走出一波强气的反弹 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大家考虑的一个时候 考虑低息潜伏而不是去追高 好 除了这些票之外 还有一些前期一些人期票 一些核心票 跌到位的 大家也是可以去做个低息做个博弈的 但是大家记住 这些票尤其是 像这些涨幅比较大的票 这些票到了前期高位 就一定注意了 就比如说天鱼素科对吧 前期上涨 拉高 进去调整充分到六成线 那么这个位置位置你前幅进去了 大涨了 那么 明后天晚上冲高 冲前面高位的时候怎么办 你要 敢于出货敢于出手 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不要看他这个位置出现反弹了 如果说后面再冲高你就追 那不靠谱 说不定你又站稿了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点 一定要注意的一个是 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这种 比如说前期的核心票 拓失对吧 今天是不是也涨了 这种票是不是也涨了 他近期是在 60年线附近出一个震荡 那今天起买后 如果说明天出现个急拉 10厘米或者10厘米的一个急拉 拉到上面的高点高位附近 怎么办 防高减仓防高出货 是不是 很多人就这样子的 在这个位置起买了 这个位置不敢去 应该明天急拉 如果说出现急拉 出现大幅度拉升 拉到高点附近 那你去追的话 很有可能冲高回落 那你再次站稿 所以说大家在操作上面要注意这个变化 还有就是 数字经济也是一样的原理 一样的思路 他近期属于震荡 但是你看你看 到了哪里 到了底部附近了 到底部附近 那么这个底部附近 其实也是我们大家可以什么 可以博弈 可以跟踪的点 随时都有可能迎难超跌反弹 反弹的话 大家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 顺便吃到大肉了 整个来看啊 数字经济板块 有一些前期的一些票 调整比较充分的到位的 是可以考虑做一个低息的对不对 重点留意一下 这些低位的创业版的票 像这种票 后期可能存在超跌反弹 可以前付可以低息 但是盘中急拉 盘中急拉 冲高 要 怎么样 敢于出手 敢于出手 不要轻的去顶 不要轻的去追 好 看一下个股 说起个股的话 我觉得没啥收的 你如果仔细看前排的这些 涨幅之前的大涨的票 你就知道重心在哪里 都得创业版刺新 所以你盯紧的创业版刺新 盯紧的这些补涨的 电力也好 这个人工智能也好 数字经济也好 包括机器人也好 你盯紧的这些 是不是有机会吃到肉吃大肉了 看下后排 后排今天也多数票跌停 以后大跌的票也不少 但是整体来看 并没有出现 大幅度的恐慌 所以我们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只不过前期大涨的 或者说近期放量 出货的要小心就对了 要防防什么 防这些高位跳水后的什么 加速下跌 这是大计 一旦强制称位顶不住了 大家要及时撤退 好 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